九月大地震之後,好像第二個月了 到動視的時候,突然在一個轉角就看到一個廟 然後進去看一下,哇! 一包一包,死人的遺骸 聽說有十萬,十幾萬個人頭在這裡 我去那時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有一個陰影 我就檢查人員,你們這些租英靈,你們這些靈魂 你們有存在 我因為九二一,跳來到這裡碰見各位整個骨頭的舞台都放出來 我想一想,如果對各位有一點幫忙的話 就是,在台灣歷史上,把你們到底曾經是什麼樣的擋出來 如果你們認為這個事情有意義 那你們要幫助我 把一些知道一些東西,叫出來給我訪問 對嗎?拜託,如果你們認為不需要我做這個事情 就講這個事情,無疾而終 拜託,開始做調查 我只是隨便請問 有一次,我做完調查 因為像那個每一個木,每一個石碑,我在做那個紀錄 好的,工作累了,可以回家了 當我要回家去吃個飯,準備要開車回台中的時候 突然心內一轉 我應該再回來看一下 我車子就轉回來轉到這個廟口 當我剛到達出來 前面一個在過雷的火車上 把他看一隻腳踏車過來 他說 阿少爺,你在做什麼? 我說,我看這間廟,我就想要給他做一個歷史 喔!這樣喔! 好!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我一直在找醒 原來廟的照片 通通找不到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陰廟,沒有人願意拍照 怕那個底片出現不一樣的東西 我就找幾乎就不安貌 結果呢 就是 我那一次下車呢 結果有一個過來 問我要幹什麼 我說我在調查這些 他說 喔!這樣喔! 欸!我有一些雙皮蜜蜜蜜 怕破鐵鞋無觸蜜 得來情不慧風 他只好就叫他拿來 喔!他拿來的那個舊照片 以前在破兜什麼的時間 欸!真的有敗有保備 其實不是講有敗有保備 那個一念之間 那能念的一個情意 然後自動出現 那這個出現裡面啊 啊!好有趣 這樣我碰到這隻的蜜蜜蜜 喔!這個 你看喔!這個就是賴氏的什麼的 然後他的報紙裡面出現出來 是昭和幾年幾年什麼樣的 你看!大政三年 西鄉隆盛的什麼什麼 這都報骨頭的喔! 那裡面我給丟一些 秋季什麼啊!什麼出名 我的東西丟到 我沒說把他丟到外面 塞給你吧! 啊!我就沒差力喔! 我是不管神鬼什麼東西 我覺得都差不多啦! 那裡面呢! 你看這是 還有英文報紙 1928年 這些五祖孤婦 我最重要是這十萬個 其實是包括三四百年來 台灣很多次的洩洞 很多個 公墓 颱風 地震 排擠起來 整個流失 一次組合 兩次組合 三次組合 那我只能夠找出幾次組合 那把他們交代出來 還有那個骨頭也有什麼 你知道嗎? 荷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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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人的 那個骨骸 還有 當然現在靠地圓 喔!那什麼骨頭就有啦! 真的說西蘭骨頭 一大批 喔!啊! 啊!我就叫那個 我就來那個 那叫骨頭喔! 那叫骨頭 那叫骨頭有夠厲害喔! 那叫骨頭 你來拜花看 那人的骨頭是怎樣? 他就解釋給我看喔! 他甚至於分析 這個人骨頭是屬於什麼? 人種怎麼樣怎麼樣 他講到一大批 然後告訴我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什麼骨頭 骨還是什麼骨? 鞭子 啊!他說 我給他看這個骨頭 我就知道了 這個鯛人生前生了幾胎 兩胎是男生 三胎是女生 我這個叫骨頭 你騙骨頭啦! 喔!他 沒有!他就解釋給我看 因為他生前是挑夫 所以呢 他在哪一個部分是怎樣? 這個人和鴨人 你看看他養尊儲優 他的哪一個地方骨還是怎樣走向 你是說真的嗎? 這個叫骨頭是誰吃豬 我就知道 也有骨頭 也有骨頭 你看看 白白是大肥骨 有的很大肌 有的很小肌 甚至於都超過了兩百公分高的身材 他們叫這位 所有骨頭 所有骨頭 然後他在拍 那一段期間 看你叫這十萬的骨頭 這個骨頭 這個 這個 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人事業到一個程度 就乳吼純青 莊子手講的 那個車匠在車場上做那個什麼 有沒有 還有陶丁解牛 有沒有? OK 這個 我在訪問 吃豬味 真的有很辛苦 他也叫一大肌 手蠢 這都很不好的意 因為都是窮苦人家 都是很那個的 他在跟我解釋的時候 我說 你把一個人的全身的骨頭 組合出來給我看 喔!很快喔! 乳乳乳乳 乳乳乳 這五塊 這五塊 這幾塊 這幾塊 然後他 他對這種 你看 從這個專業 光是撿骨 撿到對人體結構 到剛才在講的 有辦法看到哪一個骨頭 判斷他身為幾個女 有幾個男生 然後 我叫他 他馬上拍給我看 他還告訴我 這個是什麼樣的人骨 那種是 原始的 什麼人種 哪一個地異 當然 我沒有辦法確定 而且 我沒辦法去記者 他馬上拍給我看 你看一個人就是這個樣子 他告訴我 這個給他 這個怎麼樣 然後他就很囂張 他開著跑車 紅色跑車 還把其中一個他認為很漂亮的骨頭 拿出來當裝飾品 你看 他還運作給我看 哇 這就是怎麼 怎麼走 怎麼走 我問他吃醋 人好 竟然 他好拉風 我講年輕人 老七三 我知道你很厲害 但是我怎麼做人 都很厲害 你敢有請求過他 他要叫你去哪裡 好風 那讓我講 第二天來 我就拿掉了 那事實上 我們這只是這時間的 就是說 不管神 人 為 我們總是要有一份的前進 OK 我在夏威夷的時候 他們帶我去看那個 夏威夷最高峰 那個 原住民採了一個火石 我們採腳要出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 不能馬上吃 先丟一個在地上 獻給子弟之神 我們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先中存在其他人 神鬼人天地環境 那我們相信 整個會 讓我們覺得 活著會更有意義 那OK 反正他怎麼不跳 那麼現在就可以吃晚飯了